春寒妙俏 踏雪寻梅 八位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齐俊 绝而来的舞台 联系带来国梅大戏 咸鱼零首 转 爱着 看来 婉转多情 侠义矿马 千古传送 讲述故事 听评好戏 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八位 获奖者代表 一起来踏雪寻梅 今儿来了梅花箱子苦寒来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宝剑峰从魔力出梅花箱子苦寒来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艺术最高荣誉了 2023年第九节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在广州街校并颁奖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一位亲律者 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著名戏剧评论家崔伟老师 和我们一同踏雪寻梅 来 我们掌声欢迎他 有请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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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大家好 这个一说到梅花奖 崔老师肯定特别有感受吧 对 您一共经历过多少戒 我经历过怎么也得十戒以上了吧 十戒以上 还不止了我估计 得十戒以上 那您可以说是见证了 最少十戒以上的 这些梅花演员的拼搏和努力 还有他们的荣耀和掌声 每一位演员都是经过艰苦的魔力 然后通过他们的血汗的拼搏 最后夺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刚才一开头 我就跟观众介绍了 最新一届的 就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已经诞生了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其中几位代表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吗 好 有请崔伟老师入座 有请 再次欢迎崔伟老师的到来 说到中国戏剧梅花奖 我们知道是第31届了 对 它是1983年在北京创办的 当时是像曹宇 张军秋等等 这个戏剧界的老前辈们 看到当时人才是轻狂不接 所以专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 设立了这样一个梅花奖 意思就是梅花相自苦寒来 第31届在梅花奖的举办中 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个新时代 这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戏剧梅花奖首次举办 这一届的梅花奖的获得者 他们都可以说是新时代以来 戏剧艺术人才培养上面的 这个丰硕成果 也是这一代戏剧人 他们的杰出的代表 另外一个新 就是它体现出了一个新的阵容 你看这次的演员 他包含着京剧 昆剧 琴香 黄梅戏 河北邦子 河北邦子等等各个剧种的 还有歌剧 歌剧的这样的艺术家 他们都是通过作品 来展示戏剧艺术的发展 既有传承 也有创新 对 就体现出了一种新的阵容 新的气象 新时代的一种精神的焕发 对 我们说今年的第31届梅花奖 还有一个新意 就是我发现它不在一个地方 做主会场了 好像分在了大湾区的三个地方 广州 香港和澳门 对 其实这也是梅花奖的 它的一种新的转变 香港澳门的同胞 他们看了梅花奖的演出 他们就能够由衷感觉到 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产生一种由衷的喜悦 和由衷的认同 那今天我们觉着来了 就请到了第31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八位 获奖者代表 一起来踏雪寻梅 来看看我们第31届梅花奖的 时代风采 那首先呢 我不知道崔薇老师 如果让您来推荐 您会推荐哪一出呢 实际上梅花相似苦寒来 我这几十年的工作经历 和他们的这个 一起接触的体会 有两个字深深打动我的心 是什么 苦寒 苦寒 为什么叫苦 演员呢 往往呢 是要汗水 泪水 血水 换来成功 他们要下常人没有的功夫 因为中国戏剧也好 中国戏曲也好 它很多是超极限的训练 你才能练出惊人的功夫 第二个呢 是寒 只要寒 不是寒冷 是什么呢 是要下别人没有下过的苦功夫 耐得住寂寞 守定目标 往往是在自己的那种坚忍 和不屑中去努力 才能寒去春来 所以我认为从这两个字来说呢 可能武戏演员呀 是更有不容易的 所以我想呢 咱们就把这次 第三是一届梅花奖的榜首 也是来自河北的 河北邦子舞系演员 好事超 请来让他给我们讲讲 苦寒到底有哪些坚持 苦寒又换来什么欢乐 说到这儿啊 那今天我们就请 这位榜首获得者 好事超 为我们带来 林冲夜笨当中的片段 好 来 掌声欢迎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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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郝继昌为我们带来的临冲夜奔 那今天我们也把他请出来 一起聊一聊梅花奖背后的故事 有请 欢迎欢迎郝继昌 先跟我们做个介绍 跟观众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北省河北邦子剧院的 武生演员郝继昌 欢迎欢迎 这回是以第一名的好成绩 可以说在广州大剧院 捧回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 也可以说郝继昌 也圆了自己的戏剧舞台梦想吧 是的 圆了自己的这个多年来 从一来追逐的这么一个梦想 这个结果之前有没有想过 幻想过 有幻想过拿到这个奖 但是真正的结果出来那一刻 还是很激动 很开心的 好事超当时他参赛的时候 是以折子戏专场 折子戏 对 我知道崔维老师一直在关注 您评价评价他这几出戏的选择 我觉得好事超他是一个 就是在武器方面 技术比较全面的演员 你看他这次参赛的 他用的是临重夜奔 就是南爬夜奔嘛 对于演员来说 一个人在台上折腾 而且几段曲子下来 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他还用了一个 他新编的戏《瓦桥关》 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 那是一个扎铐的一个 此外他还用一个 李朝春先生这个当时创牌的 就是也是建议的武生戏 他还用了一出非常文云武的 作为武生来说 是要文武老生的风格 更强一点的野竹林 他不仅仅是要有武功 而且他要有唱 而且他还要有人物 所以我觉得他是本领比较大 一般的演员很怕用折子戏参赛 为什么呀 第一个折子戏换场比较多 第二个折子戏相对来说比较累 第三个折子戏往往是打内不打外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好之超还是英雄人胆大的 这三出戏和折子戏是你自己选择的呢 还是老师帮你规划的 商量的 当时怎么想的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 《临冲夜奔》这出戏 因为宰歌宰舞 我满路满地要唱 特别能抒发一个演员 在舞台上临冲那种情绪 但是刚刚老师不是讲了吗 这个难怕夜奔 这很难的 难也伴随着一种挑战吧 我可能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看到底能不能去把这出经典剧目 能不能给演好 拿这台折子戏作为我的参评剧目 也比较综合的 全方位的展示了一个舞升演员 所绘的这些技艺吧 一个昆曲的 对 一个是何北邦子本能 一个扎扎靠的 一个文武的 对 本武的 野猪林是移植的 移植的京剧经典剧目 对 自己觉得这个 这三出折子戏里的三个人物的 跳进跳出的这个转换 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自己现在给自己一个回顾 还算是过关 从小就开始 因为舞升嘛 肯定是打小就练功 几岁开始练功学习 我是从八岁开始练习基本功 九岁考进的河北省艺术学校 正式开始系统地学习 对河北邦子表演 家里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吗 我父母不是 但是我的舅舅 我的舅舅是河北邦子花莲演员 是他把我领了这条道 受家里人的影响还是 对 那家里人支持你的这个选择吗 很支持 尤其是我的父母 特别特别支持 最喜欢看我戏的 没场必到在台下 看完了以后 还会下来帮着我分析 今天哪演得好 今天哪演得不好 都会一直帮着我去总结 他们是在我这一路之上走过来 遇到挫折困难失落的时候 就是他们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我的母亲过去了 她没有去帮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誉 没有看到这个 对对对 也算是这次拿梅花奖 也算是完成了我对母亲过去的一个 安慰 安慰 因为她生前是最喜欢看我戏的 没场必到 最想对我母亲说就是 她生了一个好儿子 她的儿子很为她争气 那我说38岁的年龄 能够获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榜首 这也是幸运之神 格外地眷顾我们这位年轻人 其实我听说 郝时超能够坚持到今天 其中有几次曾经有过动摇的想法 是吗 有过 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过这些想法 第一次想去有一些退缩的那种念头 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人生经历了那个男生的倒仓 就变生 舞台上唱不了了 因为河北邦子她的音域比较高嘛 所以突然之间唱不了了 那时候也小 就是很失落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蒙省果要出去 我想上别的行业去试一试 因为还有一身功夫 影视 对 对 第一个反言就是影视 虎打替身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单位的很多诗歌们 也都在影视圈里边有一些成绩 就他们的引路啊 带着我那个行业也去 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 断断续续在那个行业也打拼 也经历了一些 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不一样的 跟戏曲舞台上不一样的东西 后来也是对我 这个舞台上的表现 也有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曾经也感恩 有那么一段经历 对 后来就是三四年以后 这个嗓子在无形当中 感觉自己变回来了 后来也是团里边领导 就是要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救场 他说世超啊 他说我们这边有一场重要演出 演出宝莲灯 你能给我们回来救个场吧 我从外里坐着火车就回来 也抱着很坦坦的心 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演 能不能再唱 就是一演下来以后 就是我旁边的那个拉弦的老师 一告诉我 哎呀 臭 他说你嗓子又变回来了 而且皮原来可能还亮 高了一个点子了 这是你后来又在练吗 不断地在练习吗 中间是没有特意地去训练过 那就是可能 生理变化了 对 回复回来了 后来就是用咱们行那种 就是还是组织事业赏我吃 该吃这碗饭 该吃这碗饭 可能是这样 所以又坚定了回到戏球舞台的 对对 那时候特别开心 回来感觉又能唱了 就是又回到舞台了 一共有过这样两次的动摇吗 还是中间也有饭饭复复 还有过吧 就是作为武生来说 遇到了很多大小的伤病 我就记着我那一年 在中国戏剧学院进修的时候 正好是三十岁生日那一天 我的右脚的根圈断裂了 在排练当中 送到医院以后 把我送到医院以后我要签字 说今天我一看那个日期 正好是我的三十岁的生日 所以说那时候挺 哎呀挺难受的 我说在我三十岁生日这一天 我说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伤病 对于武生演员来说 特别特别难受 那天晚上也是在床上躺着 那个眼泪就在不停地流 就感觉不知道自己未来 还能不能干 而且那时候医生也告诉我 他说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病 你好了以后也够呛了 你赶紧想转别的行吧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更难受 但是后来呢 老师们还有我的家人们也鼓励我吧 他说原来咱们这行业里边 出现这个伤病的也挺多的 你们寻找一些好的经验啊 遵从的医嘱啊 你就好好地恢复 我确实下定决心 就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就不停地在恢复训练 每天在锻炼 在半年以后又可以登上舞台了 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基本上这个伤病 我算是克服了吧 这个跟腱好像很多武器演员 都会遇到 对 容易伤 是的 而且对他们来说 身体来说 对信心打击比较大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要休养 武器演员就怕停 一停以后 他这个肌肉萎缩 然后疯就都回去了 就是我现在这两条腿 就是伤过的这条腿 他的这个是细点 对 这个萎缩 他记住三四个月 他要打着那个石膏板 他要萎缩 经过那个特别特别痛苦的那种训练 才能慢慢地恢复 所以我今天见他们第一句话 我就说 悠着点 别再伤着了 因为他年龄在这了 对 何伟邦子还特别火势 演出啊 火势 火势怎么讲的 就是很火爆 就是他就翻啊 技巧啊 东西啊 而且他还老下膏 中魁里边他有个那技巧 中魁那膏就是要 他给下 要从那个两张膏材上翻下 受过伤之后 会不会再做这些高难度 所以就是要小几 有这个胆子 那时候确实有心理阴影 这个心理阴影 我感觉比这个伤病这个还大 因为老是担心 怕再有 因为心理上 对 再断了怎么办 真的有很长时间 对 得调整 真的调整 那后来呢 就是一遍一遍 就是我经历了 记得是两个夏天的时间 两年式的时间 他这个心理阴影 他逐渐地 才慢慢地去消失 一开始就很担心 不断地上场之前 在活动 活动开了 把它撑开了以后 所以啊 我们的真的是中心的 就像刚才崔薇老师说的 请我们的所有的舞系演员 爱系好自己的身体 当然舞台上的表现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所有观众 非常渴望看到的 但最重要的是身体 是第一位的 是的 我们也知道 当时蒸梅的时候 好事超的几位老师 都在现场 对 是的 老师们心里头 肯定更捏一把汗 是的 是的 他们批我还紧张 等你表演完毕以后 老师有跟你们 怎么分享吗 对你的表现满意吗 非常满意 应该说那一场演出 也是我近这几年来 表现最好的一场吧 我的三位恩师都在下面坐着看 尤其是我的师父吴贵云 他看完了以后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特别 他太知道我这一路走过来 有多么的不容易 展示出来我当时的好的 发挥得很好 特别高兴 反倒我觉得 好事超更淡定 他说老师泪流雨下 你掉眼泪了吗 我那天还没有 真的 我是 特别坚强 往往是这样 上场的 我一上去就忘了 对 底下的人 激动 揪心 紧张 上场之前有一些不安吧 就是不知道 确实是像崔老师说的 就不知道广州的那观众 能不能接受河北帮子 这个剧种 就是能不能 但是那天我一 第一出临冲夜奔 那个门帘一喊 一出来 大家抱着热烈的掌声 给我很大的鼓励 到后边越演越放松 越演越放松 就感觉就是 我当时真的能体会到观众的那种热情 对我的那种刺激 后边就感觉是一种释放 一种享受 对 我就在把能量一种全部释放出来 奉献给观众朋友们那种更精彩的演出 真的是这种 所以观众和舞台上的演员 他是心灵相吸的 对 是的 他是相互感染 相互注重的 互相促进 对 是的 观众看着也较好 也过瘾 我们说再一次的恭喜 好时超真是苦尽甘来 中文梅香 那今天我想 是不是要带来一出拿手好戏 送给所有的恩师 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的 我想把 我的人生的第一部的新编历史句话 把桥关当中的一折 出征的一折 黑大 撒大靠的 把这出一个折子的片段 分享给观众朋友们 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 直超 别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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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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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土边两国人羞 莫言不嫌进城圈 守得他再多休闲 昂根好藏们的祝福一战 再去那千年年 赵范守官 赵茜茜 感谢好吉桑为我们带来的 河北方的瓦乔观 我们说传统戏林初夜奔 可以展现的是他扎实的 这种基本功 那新编历史剧《瓦乔观》呢 则融入了他自己 对于人物的一种理解了 让我们也看到 当代戏剧演员的首正创新 那如果说接下来 请崔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一出 您印象深刻的戏 是哪一出呢 我觉得在这次的梅花江演出中 有一出戏在香港演出 而且获得了香港观众的一致好评 特别是这个戏的主演 张家春 是一位寻派花旦中的佼佼者 这出戏的名字叫做 《春草闯堂》 说到这出戏 我记得是移植改编自 蒲仙戏的一个剧目了 应该说这出戏 已经移植到京剧舞台上 六十年左右了 而且这是一个培养了 刘昌瑜老师这样一个大的 京剧名家的一个成名作 花旦的代表作了 对 那咱们赶紧先赌为快吧 好 一起来欣赏张家春 带来的《春草闯堂》 春草姑娘 你怎么歇起来了 可真是啊 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 坐轿的哪儿小的走路的幸福 好了 老爷我也给摔出来了 这个轿子我也不做了 我和你一同走路 你看可好 那你一走你就走 我和你一走 胡大人 你 你 走 流年不理风大 你还别任了枉杂我盘 乱书历布 亲在也不知乎 乃这小丫鬟 一天大广街人浪漆 走赴人满过关 不若天来难过后 可爱烟是全一年 调生春草莫爱烟 真大人的鸟难看 老爷我姓中 姬姿劫 春草莫连回转无眠 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肚子里卖的是什么蒜汤 老爷说太难缠 我看她 老爷说太难缠了 她又想真来有我所家 她又是老年有满汉 不见小姐我难顶案 见了小姐 我难过关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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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 一轮我老爷 我才算得更可怜 春草姑娘 咱们那个走吧 要走 你们走吧 我得歇歇了 你还要歇多久 多则一天 少则待虐 你不诚心跟老爷我这儿捣乱 有了 春草姑娘 你来看这个轿子不是在这儿空着吗 不如你上的轿去把你抬到相府 你看可好 不行 我不做 为什么不做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 是你知府大人所做 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 若被别人看见 都说我是个假的 岂不被人笑话吗 无妨 春草姑娘 只要把这轿帘一放 坐在里边 稳稳当当 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 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 这要把轿帘一放 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 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 是啊 要是到了相府 把香帘一放 让丫头扮成个小姐 不是把她也给蒙过去了吗 你要蒙谁呀 我要坐这轿子进府 蒙小姐呀 蒙小姐 成 成 既然如此 春草姑娘请上轿吧 如此胡知府 在 称号了 小姐 啸 走 那儿 从美国盏 一句话 你清廟春草也很 知府有罢 不要借借他 无论各者狐独断 请知赋战去尊 平和传唤 春草姑娘请上轿 请一步上轿 早来 国大日 我在 引导向前 是 明火卡腰道 感谢国家经济人画的演员张家车 为我们带来的梅花奖剧目 京剧春草闯堂 那今天呢 我们也把它请出来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梅花奖背后的故事 有请 欢迎欢迎 欢迎张家春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德加经验》的演员张家春 欢迎家春 张老师好 崔老师好 看到刚才张家春的表演 可以说非常的鲜活可爱 谢谢 那刚才崔维老师也介绍了 说这个春草闯堂呢 也是在60年前 有你的师傅刘长宇老师 移植创牌的剧目 那为什么拿这出戏来夺梅呢 这出戏呢 是国家经济院从蒲仙系 移植过来的一出非常成功经典的剧目 虽然说是我个人的一个奖项 但是我觉得它更加代表着国家经济院的荣誉 因为我们院已经16年没有梅花奖了 所以院里 院领导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的重视 专门成立了一个夺梅小组 还有请了一些专家 我的师母父们一起去来商讨这件事情 经过大家一致的讨论 还是决定用春草闯堂这出戏 因为大家认为这出戏 最能展现我们国家经济院一颗菜的精神 然后各个流派 各个航道都能展现出来 而且又是国家经济院特别经典的戏 用我师父的话说 当年这出戏大咖云集 激起了国家经济院所有最顶尖的力量 从剧本 作曲 导演 还有演员 都是像我师父这样 非常有传奇性的这些代表的人物 又是观众们特别喜欢的一出戏 他特别地接地气 然后男女老少或者是戏迷 或者是他从来没看过京剧的小白 他都能看得懂 要说到当年刘长宇老师演的这个 《春草闯堂》 崔薇老师肯定知道 那是太火了 那刘长宇老师把这个小丫鬟演活了 有意思你知道 那天在北京演出的时候看戏 我跟你师父在一块 我一边看 他师父一边给我讲 这块要点是什么 这块夏春怎么跟我学的 他怎么呈现的 今天呈现的效果怎么样 后来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陪着唐宇老师看家春的《春草闯堂》 对 那家春演的这个版本的《春草闯堂》 和师父刘长宇先生的这一版本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因为我觉得就像崔老师说的 然后刘老师的这个《春草》 简直是太成功了 就是无懈可击 但是刘老师呢 他要求我一定不要模仿他 一定要演出我自己心目中的《春草》 然后有自己艺术风格的《春草》 与时俱进的《春草》 听说大人是个牵官 春草特来瞧你审案 小小丫鬟懂得什么审爱 胡知福修要无关他 是啊 一个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 又怎么能 善自组刑 来啊 把宣明廷礼壁仗下 快 礼壁仗下 快 慢着 慢着 修到我是个小小丫鬟 不懂审爱 善自组刑 实不相瞒 我乃奉命而来 我就从《春草》这个人物出发 我觉得他是勇敢的 善良的 正义的 充满正能量的 这么一个可爱的角色 就通过我们的表演 希望观众能喜欢这个人物 然后能喜欢这出 具有中国正能量的 这么一个好故事 我觉得佳春这两年 越来越成熟 他这个学老师 学传统居目 但是他不是简单的学 他基本是把它消化以后 用他的条件和他的理解 去表演 而且他还有创 你比如他这个朱文君 霍小玉 等于都是多年不见舞台的 这个戏寻派居目 你看都是经过他手 把它重新整理 而且他请教什么 寻浩老师 好几位都是特别熟悉 这个寻派艺术的老师 帮他去导演 帮他去把关 重新整理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艺术上 现在越来越成熟 他在演《春草长堂》的时候 他一下就跨越了 就简单地模仿 《春草长堂》老师的这个阶段了 第二个他这个戏有新的变化 他和他的合作者也就是徐梦柯老师 他脑子很活 这首戏中他和胡志斧的这个戏 等于扣得越来越紧 对 而且相互的交流和矛盾的那个堆积 对 越来越尖锐 对 我们俩在那个台教那场就有一场 就是我们俩的对唱 完了他不是也经常做导演吗 他就说咱俩这个舞台调度一定要有新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 以前就是指着走 我们现在可以指着走 可以这样竖着走 可以斜着走 然后可以这样绕着走 完了可以用小步 然后可以用轻步 可以用快步 这样就是更能体现 因为他这个行动路线是不同的 它更能反映出两个人当时一种 这个复杂的心情 因为春草想着 怎么能把这件事远过去 很矛盾 然后胡志甫是怎么想着 能在相爷那儿去要功 对 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心理 他说我们这个要从上面拍 也会非常好看的 教夫们 起来 我说教夫们 你们看春草姑娘到底是向国侍女 走起道来扭扭捏捏多好看 好事儿吗 小伙伴儿稳着点 担心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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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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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导演思维 对对对 也是做了一个小的尝试 包括那个投场 不是 刘老师有个很好的设计 拿着这个伞下来嘛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 这怎么能让它更丰富一点 我就请教了我 中国杂技团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叫李盛京 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杂技 叫荷塘月色 是这个灯伞 是张继刚老师给他们排的 然后拿了无数的国际大奖 我就说你能请教张老师一下 能说这个伞能还有一个什么变化吗 而当时他就跟我说 反馈回来他就说 张老师给他们排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是要求 就不光是这一个技巧 要技艺结合 它每一下技巧都是有与会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设计他 这个伞刮到这个树上了 我怎么把这个伞从这个树上拿下来 我们生活中可能就是要这个伞去绕过这个树 然后在舞台上我就做了一个抛伞 其实它那舞台上光挺亮的 虽然这么一抛 有时候那个伞 不好接 它有晃不好接的练 然后又反转这个伞 转这个伞从快到慢 告诉小姐 这个伞没坏 完了又一个180度把它反到自己的手里 完了再看这个树 都怪你 就这么一个表演 然后当时观众就回鼓掌 看懂了我们这一个很用心的一个设计吧 京剧舞台上很少有把伞玩活来的 对 你看那个咱们的伞都是一般的道具 你到了南方 伞往往是特别主要的道具 为什么 南方的那个戏曲 它都是根据南方的这个故事改编的 踏伞 什么都正伞 伞的戏特别多 咱们都比较少 因为当时还想给我设计更高难的 用一个手指顶 完了但是他就觉得 因为老师有那句话 就是戏和记要结合 这就有点太夸张了 就变成杂技了 就真的是杂技了 因为我们知道 当时是3D进行比赛 那香港观众怎么样 反响如何呢 我觉得香港观众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当时打的是两种字幕 一个是繁体的 一个是英文的 因为香港好多小朋友们 完全是看英文 但是我们这个戏的节奏又非常快 他有时候看这英文就过去了 我问他们你们看到这个英文字幕的讲解了吗 他们后来我顾不上了 就是看您的表演 但是我们也完全看懂了 对 然后他们当时看完很高兴 马上又邀我们剧院年底去演出 我们年底还会去香港再给他演 也是展现我们国家军剧院 一颗菜精神的舞女白兽 太好了 新推出的 对 对句舞女白兽改变 对 我们知道佳春除了刘长羽老师之外 还有几位恩师 在这儿是不是也特别想感谢一下他们 对 就是因为我同时拜了三位老师 长羽老师 然后沈建锦老师 还有我的宋长荣老师 宋长荣老师 因为我非常感谢这三位师傅 没有他们一定不会有我的今天 因为他们对我付出的 特别特别多 就一直在关心我鼓励我 平息平息 因为佳春是一个特别知道感恩的人 你看她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吧 然后她对老师特别好 原来我印象里就是 宋老师在世的时候 宋长荣老师 她还经常去怀音看老师 就这次得奖 其实我最想告诉她就是 长荣老师 宋老师特别希望我拿到这个奖项 因为每次她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跟我说 佳春 你一定要努力 把这个奖拿下来 我就特别地开心 她的老一代人 像我的师傅 长羽老师 她拿了这个奖 她是 而且是第一届 首届 沈建锦老师也拿过这个奖 可能宋老师没拿过这个奖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那你实现了老师的梦想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 刘昌宇老师又怎么说 有没有在第一时间 告诉她多美这个消息 刘老师更是 因为她太关心这个事了 因为刘老师也80多了 她从我要参加比赛 每一次排练 她都亲临现场 尤其那时候非常的热 有一次老师还中暑了 吃了点药也没回去休息 就直接又赶到排练厅 给我排练 然后还 我没有多得梅花奖的时候 刘老师就已经非常兴奋了 他给了很多我们院里的领导 还有同事 还有一些专家老师们 都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他们很多人都转给我了 给大家读一下 说我是首届梅花奖获得者 转眼40年过去了 现在正为张家春同志 准备参加梅花奖评审加工 春草闯堂 希望她能获奖 这是我的第三位徒弟 之前耿巧云 赵玉华 都是梅花奖获得者 40年了 我们师徒四人 都是在党和诸位老师 同行和观众的培养下 成长起来的 我们一定要努力传承 世世代代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道德文化美学的载体 京剧艺术奋斗终生 看到刘长宇老师的这条微信 真的不特别感动 因为在冥冥之中 其实是老师的一种期盼和激活 对 好的老师 总是把京剧当成他们的生命 把学生比儿女还要照顾 所以说这样一出春草闯堂 不仅仅是国家京剧院 全团上上下下 共同努力夺得了这样一个殊荣 同时也是几代京剧人的心情耕允 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家春传承流派 所做出来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那这样在我们今天卷来的舞台上 是不是请家春为我们职工职令 带来一段巡派代表作 好的 那我下面就为大家演出 巡派的传统剧母孔娘中的精彩片段 好 有请张家春 天都黑了 是时候了呀 她们俩的约会也该来了 这个书呆子她怎么还不来呀 她怎么还不来 啊 胡娘子 你瞧 这是我 这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小子 倒了无忧嘛 陪着老太太说话呢 带我嘴拿去 啊 陪老太太说话你都敢进去吗 这便日货是哈 听我告诉你说 刚才你跳墙的时候 噗通一声 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嘴杨强话 我说你是狗 你有来聊 老夫人一害怕就回房睡觉去了 回回去 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哎呀 妙娃 她要下棋玩耍 让我给她取棋盘 诶 张先生 我拿着棋盘 遮着你的身子 引力进去 你看好吗 慈禁神好 如此 张先生 你要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哈娃力 Darling 叫张先生 引他安静 他只想不不信赖 也不不放大 人气 推身小害怕 跟随中央风凉 就能接着他 破算到 十年满空留下 画天 他 今天我要好好 凝固掉他 谢谢 再次感谢张家春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那接下来 崔北老师又给我们 推荐哪出戏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这些年 国家的这个艺术成就 不仅仅体现了 有些大剧种 很多地方剧种 还有一些古老剧种 他虽然呢 历史很悠久 另外呢 特别受当地人民群众喜欢 但是呢 他也焕发出很多生机活力 我印象深的呢 就是秦枪 诗圣杜甫 是那个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的王航 他这次参加比赛 而且呢 他也很光荣地夺得了 本届的梅花奖 新编历史剧啊 要说到王航啊 他是本届十五位 获奖演员当中 唯一的一位琴枪演员 对 同时也是西北五省 唯一的获奖者了 那既然说到杜甫 我忽然想到 这个《诗圣》的一首诗啊 那就是春夜喜雨啊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其实杜甫的诗呢 非常多 而且他在中国这个文学界 诗歌界的地位啊 非常高 其实我更喜欢杜甫呢 他不仅仅有很超越别人的才华 更重要呢 他有一种很悲天敏士的 那种人文情感 幽国幽民 幽国幽民 我印象里我们上学都读过 茅屋被秋风锁破割 他在自己的这个住的房屋 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他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如何有房子 而是想到天下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比天下韩世俱欢言 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情怀 情怀 实际上杜甫作为一个文学家 他的这种人民情怀 也是我们戏曲家最应该勾割的 没错 爱国情怀 对 那这样我们赶紧来看一看 这出戏是如何来诠释 诗圣杜甫这一艺术形象的 一起来欣赏王航带来的 《诗圣杜甫》 有请 说什么 说什么不必 《诗圣 Fantasy School》 《诗圣uttering》 《诗圣诚圣诞�WS》 护圣ettle 大湾暂暂 乡亲门海天东地 富贵满岸 富贵满岸 沐秋一郎 明者包山 赤尖梦 生世繁华 赤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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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为我悲戒 忽懒 为我悲戒 忽懒 我 为我悲戒 忽懒 我心灵 滔滔不散 天 君不见空万不大 祝成天 心爱送二母亲脸 十毫一脚 左浪语 心快勾起上个屋 心肝盖锦巾 我教你 抱你险浪语 看看 否会难 我写羊儿月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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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